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哈佛究竟想要招什么样的学生 2014年11月 亚裔团体联合投诉哈佛大学 指控其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 联邦地区法官于2019年10月做出裁决 认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将足以纳为录取参数 并没有歧视亚裔申请者 四个月后2020年2月 亚裔团体就此判决向联邦巡回法庭提起上诉 令人失望的是 当年的11月上诉法庭决定维持原判 也认定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没有歧视亚裔 今年的2月份 亚裔团体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而这将是亚裔团体在法律上挑战哈佛的最后机会 在此前的庭审中 哈佛招生过程中的很多内幕被披露出来 其中一条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我们都知道 对申请者评估中 有一项被称为个人素质评分 比如申请者是否具有幽默感 在生活中是否具有克服挑战的勇气 很显然这项评估完全是主观的影像 披露出来的内部资料显示 哈佛给出的亚裔申请者的个人素质评分 普遍低于其他申请者 也就是说亚裔申请者的个人素质评分 低于白人 低于黑人 也低于拉丁裔 这揭示出 在和亚裔进行司法博弈的同时 哈佛已经悄然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来应对亚裔 这是因为 即使哈佛在最高法院输掉了官司 他将不再能理直气壮的 以平均法案和促进校园多元化的名义 将足以作为录取参数 但哈佛仍有万全的办法 来限制亚裔学生的录取名额 那就是他手中的王牌 个人素质评分 可见 哈佛为了对付亚裔 真是煞费了苦心 也因此 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 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东西 亚裔学生在申请哈佛和其他名校时 被区别对待的局面 仍将继续下去 司法抗争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 现在是亚裔和华人 在申请名校时做出改变 采取不同策略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吸引哈佛 让哈佛发自内心的 想要多招华人子弟 为此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哈佛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了解 哈佛和其他名校 之所以成为名校的原因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资金 一个是人才 首先 名校需要拥有雄厚的资金 这样就保证了名校 可以招来最优秀的学者来校任教 保证了名校 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领先的地位 同时也保证了名校 有条件招收最优秀的学生 即使他们无法交纳昂贵的学费 其次 名校期待所招的学生 日后可以不断的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 成为杰出人士 这些人士在社会上给名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使人们意识到 名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超群的实力 这使得名校成为社会中最优秀的学生 和人才所向往的圣地 因此 有了这两条 名校就可以持续的享受着 名校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一名考生只要被哈佛的招生人员认定 其具有在这两个方面 对哈佛做出贡献的潜质 则这名学生 就是哈佛想要招的学生 那么如何评估一名学生的潜质呢 首先 哈佛和其他名校 都会先从宏观角度 从多年收集的数据的统计结果来评估 哪一类学生更具备他们所需要的潜质 先来看资金方面 哈佛一年学费的总收入是三亿多美元 而哈佛目前的捐赠基金已达到四百亿美元 根据相关的法规 该基金每年必须拿出百分之五的资金 用于教育活动 这样 哈佛每年可有二十亿美元的资金可用 远远超出每年学费的收入 所以 捐赠基金在哈佛运行机制中的重要性 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捐赠基金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它的资金来源 根据公布的数据 在1990至2021年间 长春藤大学加上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所收到的五千万美元以上的捐款中 白人捐款比例为59% 犹太裔为33% 而亚裔的比例仅为0.6% 人数也仅是一人 是由雅虎创办人杨志源所捐赠的 7500万美元 由此可见 亚裔对事关美国名校生存的捐赠基金的贡献 可说是微不足道的 这和亚裔学生占学生总数20%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由于绝大多数的捐款都是校友对母校的捐赠 哈佛和其他名校自然有理由认为 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更具备未来向学校捐款的签证 所以任何由于增加亚裔学生的名额 而导致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的下降 都只能造成未来名校捐赠基金来源的萎缩 以至其名校的地位将因此而动摇 我们再来看杰出校友为名校所带来的巨大声誉方面的贡献 相比学者和工程师 社会上的杰出人士对母校声誉的贡献更加深远和广泛 比如哈佛就贡献出不少总统和副总统 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重要的政界人士 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毕业于哈佛的原纽约社市长布隆伯格 和民主党参议院党编舒默还都是犹太人 在其他领域里 微软的比尔盖茨 脸书的扎克伯格 以及著名演员马特戴蒙都来自哈佛 著名演员斯特里普和詹姆斯弗兰克 毕业于耶路 总之 白人及犹太裔的校友 在捐赠母校的同时 也为母校带来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和声誉 同时 有目共睹的是 在今天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里 也都活跃着很多著名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接触人士 比如最高法院就有一位非洲裔大法官和一位拉丁裔大法官 相较于这些族裔 亚裔尤其是华裔 在美国都缺少影响广泛的接触人士 骆家辉 赵小兰 以及担任过能源部长的诺奖得主朱立文 虽都曾位居高位 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无法和上述人士相比 也因此 这些数据让哈佛和其他名校再次有理由认为 相对于亚裔和华裔学生 其他族裔的学生更具有前置 成为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接触人士 可以为母校的声誉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有句俗语 叫做有钱的捧个钱厂 没钱的捧个人厂 现实是 华人对美国名校这个厂子 既没有做到捧钱厂 也没有做到捧人厂 因而 名校在录取时自然会有相应的考虑 当然 名校也都会认可 并赞赏 大部分的华人学生日后会成为优秀的学者 或工程师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为了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名校只能也必须在招生过程中 把亚裔的名额显示在一定范围内 上面是宏观角度的分析 现在 我们再从申请者个体的角度来谈一谈 名校如何判断一个学生的潜质 首先 我们要了解的是 在美国的文化中 无论是哈佛这种顶级名校的招生 还是娱乐界的各种歌唱比赛 人们寻找的不是优秀人才 而是杰出人才 著名的作曲家大卫·福瑟 在一次歌唱选拔赛中就说过 我们要的不是唱得好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唱得很好 我们要的是唱得超群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不少华裔学生 尽管有着极高的SAT和GPA分数 仍然被名校拒绝了 因为从这些成绩 可以看出这个学生非常优秀 但无法看出 你日后是否会超群 是否会杰出 是否具备名校所期待的潜质 那么什么特质 可以让一名学生显示出 名校所期待的潜质呢 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林书豪的例子 资料显示 他的SAT成绩在1500左右 GPA是4.2 这个成绩尽管在哈佛的录取线内 但在包括哈佛的华裔学生中 实在是太一般了 甚至属于中下 但真正让林书豪鹤立集群 并被哈佛看中的是 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年 入选全加州高中联赛第一阵容 同时又被选为北加州二级赛区的最佳球员 一名有着优异学业成绩的华裔学生 同时又是如此超群的篮球运动员 难怪哈佛找上门来请他入学 事实证明 哈佛没有看错 一股临风狂的热潮 让整个世界都知道 哈佛竟然也会出NBA球员 这太给哈佛长脸了 正因此 林书豪受到哈佛大学的推崇和邀请 以运动员及慈善家的学长身份 成为2021年哈佛毕业典礼活动日的演讲嘉宾 林书豪正是哈佛期待的 日后能够成为社会上杰出人士的学生 他既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哈佛的眼光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就在这几天 媒体的一个关注点是 一位田纳西州的女高中生被哈佛录取了 她的GPA是4.0 而她在ACT考试中获得了满分36分 同时又获得了总统学者奖 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非常不容易 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竟然是家族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这种家庭背景和很多家庭殷实 也有能力帮助子女进入各种辅导班的华人家庭相比 差距是明显的 而这种差距也正反映出了这个女孩子超群的实力 在任何人的眼里 她都具备日后成功的前职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 那就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当她被哈佛录取时 她所在的中学是一片震惊 在学校很多人的眼里 很多学生都有资格进入哈佛 怎么也轮不到库什纳 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几年后的一本书披露 库什纳的父亲向哈佛捐赠了250万美元 以换取儿子的入学资格 那么这是否就是一个一手交钱 一手交入学资格的交易呢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库什纳的父亲 拥有一个资金雄厚的地产公司 拥有这种规模的公司 其父亲必然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关系 这就给库什纳日后的成功 垫下了雄厚的基础 一方面 库什纳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向哈佛捐款的潜在校友 同时 也因为有着广泛的人脉和雄厚的资金 库什纳也具有成为社会接触人士的潜质 事实证明 哈佛的眼光没有错 他最终成为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婿 进而有机会进入白宫成为总统高级助理 哈佛也再次向世人证明 他们挑选的学生最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杰出人士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 进入哈佛最好的途径是 学生在申请过程中能够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质 可以成为哈佛日后所期待的人才或资金赞助人 希望进入哈佛和其他美国名校的华人子女 肯定都是极为优秀的年轻人 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特质 因而在保证学业足够优秀的同时 华人子女应努力提高和发展自身与众不同的长处 这样在申请名校的过程中 你就有了先天的优势 就更有可能进入哈佛这样的名校 即使没有进入哈佛 这样的成长经历也会让年轻人收益良多 为日后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必须要说 华裔在报考名校时所遇到的困境和自身的文化背景 是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古时的科举还是今日的高考 考生都不需要为招考单位的生存考虑 古时科举考试时的招考单位是朝廷 考生不需要考虑朝廷的资金是否可维持下去 同理 今日中国北大 清华等名校的资金来源仍主要是由国家调配 高考时学生同样不需要考虑这些名校的生存 只要把自己的成绩考好就行了 但在美国 这些名校大都是私立学校 他们都有着生存的压力 任何考生 仅仅考虑自身的考试成绩 仅仅考虑自身是否优秀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要清楚 名校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做出改变 去吸引哈佛和名校 主动想要多招华人学生 这就是华人在申请名校时 必须做出改变 采取不同策略的深层和根本原因 请不吝点赞